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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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 反而如果看回内地不同线的城市 其实在销售数字方面 我觉得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局面 另外年度化的数字也有一些不同 因为去年其实童年来说 第一季相对是一个销售的低迷期 所以今年按年有一个增长 就不是反映着一个恒常性因素 所以这个也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 我自己对内房的看法 我相信整体2023年内房未必像去年那样差 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个大的升浪呢 我觉得也未必说会 我自己相信内房会在好淡增持之下 是一个区间波动为主 好淡增持最主要的好是因为内地政策 是持续支持整个内房的发展 至于在淡方面 我相信都要看是不是行业的数据 真的有机会出现一个混乱的情况 才是有一个基本性的转机 而我自己看这个因素的话 可能还需要多一点时间 才真的可以体现出来的 好 如果我们真的要看数字 看一些营运数据去判断它们是否复苏 给多些时间给多几个月再去留意 不过大行普遍都看得挺好 尤其是富税 它就说预计内房 今年销售和收入增长可以加快到 亦都调高了部分的内房股的目标价 以下三只正正是它首选的股份 中海外 润地和龙湖三只 它就说中二有在二线城市 即是一些叶满城市 可售资源比较高一点的发展商 首先这三只 尤其是润地和龙湖 它们都调高了目标价 中海外反而调低了目标价 三只当然就包括中二冬 联通和中电信 三只今天半天的升幅介乎百分之一至三 Kenny 不过这一排虽然在高位 但是都是整股为主 未再进一步再破52周高位 三只去看有没有哪只 你觉得真的在一个要拨拨股价升之余 再看收息情况 你觉得是比较直拨一点 其实三大中子电信商 近段时间的股价表现仍然比较强势 譬如好像941那些 其实都是有机会再度破顶的情况 我自己对三大中子电信商的看法 亦都普遍正面 其实在三大中子电信商公布 去年的全年业绩之前 我自己觉得三只的升幅有点过急 同时在股价偏高的情况之下 收息也没有那么吸引 但是自从他们公布了 去年全年业绩之后 我的看法有点改观 因为三大中子电信商在去年所公布业绩当中 大家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去年全年来说的话 产业互联网成为了中子电信商 一轮新的增长的动力 同时在整个工业互联网内地的规划路线图当中 暂时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初期的阶段 另外我们如果从一个五株的发展路径来看的话 虽然现在五株进入到商用方面已经是慢慢成熟 但是其实它比较多的体验在个人或者居民方面 反而在商用方面暂时就未属于太普及的情况 随着在商用方面工业化方面特别是普及的情况之下 预计对中子电信商带来的拉动作用仍然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相比在过去看三大中子电信商 在一个公用股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三大中子电信商更加应该用一个增长股的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逻辑出现了改变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也应该用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思考模式去做一个参考 我自己看回三大中子电信商的股价仍然都有一个不错的动力 虽然股价升上来之后它们的股息失利率就没有以前那么吸引 但是随着业绩增长动力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之下 两个因素驱使之下我觉得后市仍然有空间 三个当中来选择的话我相信如果以收息角度 我相信941一定是大家会比较钟情的其中一只来的 但只不过如果以往后一个业绩增长空间来看的话 我个人就比较看好是762的 因为762本身刚才所提到 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它本身所占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 比如它去年全年业绩的收入按年增长8.3% 当中靠这个工业互联网的带动 其实已经占了是绝大部分的了 所以往后来看的话我相信在整个产业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增长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无论是中移动或者中联通 往后亦都仍然有机会受惠整个行业的发展 我们接下来转就可能是由本身一个收息 稳定的角度去看 转成一个会不会是可以受惠着 这个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令到他们的股价有得再升多些空间 刚刚Kennie所说的 这个762联通 见着股息率其实就真的趁着股价升的时候 股息率现在就低一点 相对他两个同业的股息率略为偏低一点 股息率现在经济通报价5.04厘 至于中电讯5.1厘 中移动就最高的了6.6厘 如果是另一些他们相关的电讯设备 股的升势会不会再强一点 见着今日中兴都挺强的 还追不追得过 中兴我想它的基本面仍然偏好的 特别它打算推出一个AI的服务器 我相信在现在AI的浪潮持续之下 预计对业绩还是带来不错的支持 再加上中兴本身以基本因素来说 它的估值其实一直都不算是特别贵 所以在5G、6G浪潮 再加上AI服务器这个浪潮之下 预计未来业绩都会进一步的支持 从走势来看的话 亦都是差不多逼近前期高位 我相信有机会破顶 我想升浪有机会短线再维持多一阵 明白 接下来看着它的发展 看下去迫它再破位 52周高位26.8 今天最高就是26.3 亦都是日中高位附近 谢谢Kenny分析 我们有机会跟进下午开始情况 恒指等今晚 美国会公布通胀数字 看着今天方向不算太大 高低波幅不够200点 早段曾经轻轻度升过 之后又要再回吐最多180多点 去到下午回来 继续要跌122点 做在20362点水平 今天ATM三只齐齐有份拖下大市 科技指数都要跌超过1% 做在4200点这个整数大关 看国企指数情况 中支股情况要看 最新偏远要跌56点 做在6894点 再转体看 五大活跃股份 派头威腾讯 怕被大股东 南非大股东要再减持 股价早段一度要跌近半成 到现在仍要跌超过4% 做在361个月 双汤可以回升超过2% 阿里巴巴美团 两只跌2%至3% 中芯今天有得反弹 可以跌超过6% 之后其他股份都跟进了 看看二栋股 有红九果品 它折让配股 今天股价跌穿了 配股价23.6% 今次配股集资超过3亿 股价仍要急跌2% 做在23.4% 一个月的低位 另外比较两只手机设备股 个别发展 先看看瑞星 天风证券国明基就说 苹果两款新手机 将会取消固态案件的设计 会对瑞星带来负面影响 兼且有些大行调低了它的评级 股价早段一度要跌1.6% 今天见了一个月的低位 兼且失手了250天线 股价最新仍要跌1.4% 做在15.94% 不过另一只高位电子 反而股价做好 来到下午仍然保持6% 的升幅 现价在20元整数大关 今天见了52周的高位 另外还有一些升得好的股份 可以看看白芯安 这只医药股 它旗下用在治疗高血压的医疗设备 就说达到主要的临床终点 研发又进展 临床研究又进展 股价早段曾经是一度涨7.5% 今天也见了一个月的高位 最新升幅收窄了 不过还保持双位数升幅 升近四成 先看到这里 港国来到下午仍然要跌百多点 先和大家综合一下半日释放 今早早恒指低开三点之后 曾经轻轻到升过不够十点 之后很快站不稳 最多要跌大约是188点 低位见过20296点 半日跌121点 下午回来维持跌势 跌142点至20342点 成交568亿多 说到拖低的事 当然要数到腾讯和亚里 两只股贩在半日合共拖低行指 成过百点 做好有什么板块呢 中资电讯三桶油和晶片股 今天都做得相对好的 和大家看看期指最新的表现 即月期指在20300点流上 高水30多点 五月都在203楼上 成交超过49000张 看看北水最新的情况 上日北水正流入港股 今天都维持这个趋势 正买入规模超过4亿 看看内地股市 今天互心两市的走势 就个别发展 上证维持是靠稳 升13点 报3326点 创业板指数向下跌0.4% 口试如何判断呢 这节嘉宾有希文在这里 你好 希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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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要说行指之前 一定要先说腾讯 单一股份半日拖低行指60多点 先看看股价情况 今天股份就低开1% 开市位371元 不过很快已经沽压加大了 10点多钟最多要跌大约是5% 低位358元 穿过20天和50天线 亦都挨近三星期的低位 消息上都早上和大家说过 就是南非大股东旗下的投资旗艦process 怕去沽货 今天星期他说明 会将9600万股的腾讯 转入这个SICAS中央结算系统 算一算9600万股 中五个收市价 市值都340多亿 南非大股东会沽货 当然不是今次的事 去年开始已经是这样 那时预告过 他们会有罪出售 和说到每日出售 腾讯的规模 不会超过腾讯日均成交量5% 我照算一算 上日成交量2100多万股 照一算5% 就是百多万股 9600多万股 要估的话都估80多日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推算 日数影响 当然是日均的数字 如果从去年的6月底去计算的话 其实每日腾讯日均成交股 大概是3000到4000万股左右 这是一个均值的数字 始终有波动性在 当然如果你说 你每日有3000至4000万股 成交量 按照最多5%去计算 那你这里 就是基本上 你那个要沽的日数 相对地应该是短了的 那当然大家都有一定的预期 就是腾讯带股东 要逐步 即是无上限去减持 那其实都是一个共识 只是一个 在什么的时间窗口 或者叫什么的时间去沽 那就刚刚又撞正刚刚 就是近海的科网 尤其是香港这边的科网 那个回处压力 就开始大了一点 那所以对于腾讯来说 短期的股价来说 是会有点压力的 那当然你说 在一个什么的时间窗口去沽 我想大家也都要留意 一件事 始终在腾讯在5月中 应该就在5月中 会出第一季度业绩了 那在一般情况之下 在出业绩之前 大概一个月左右 其实主要股东 就应该是不应该有任何 就是应该是 大股东不可以有任何动作的 那所以我想 就是在这个 看看会不会是 black out之前 可能先做了一部分先 等出了第一季度业绩之后 可能再有更加多的行动 那所以暂时来看 对于短期的股价来说 是会有点压力在那 OK 那之前低位见过330元的水平 如果black out前要沽的话 会不会很快就要试下这些位置呢 其实就你欠40元左右 40元左右 其实大概10% 那你今天都已经下了4% 那纯粹 那当然你330这个位置 就是短期一个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持 甚至现在讲到100天线 都是讲到大概336附近左右 那就是说这个位置 一失手的 那再望低一点 那可能真的要下去 大概250天线 现在大概302楼下 那我们都一向重新一样东西 始终你说大股东 主要股东监视 或者有任何机构投资者的监视 对于任何上市企业的股价 短期一定是那份轻 或者短期一个的擠压 但是我想大家 但对于腾讯的中长线 那个看法 其实一定是要看回还原的基本面 始终要看回他们自己的核心的业务 在收入方面 甚至说在增值业务 或者广告收入方面 都是今年来说 是会逐步走去复尚的阶段 所以收入和盈利增长独力 应该是会慢慢会恢复回来 所以暂时来 如果这一转你没有货在售的话 那不妨有一些人先 我觉得是一个更加好的位置 给大家去入市 但是如果你在那边商 你已经是拿了货 比如说你低位拿了货 上来的 就继续放下支要线 畢竟你个股价来说 你之前累积了一阵的升幅 短期来说一定是会借助一些 小利淡因素 股价是这机回套 OK 即是第一个位 看着一百天线 之后再看二百五十天线 即是两个位 可能要试一试下去 刚才你说到 其实长线都有一些利好因素 得而且确 腾讯首先自己第一集团 自己又做回购 好像上天那样 都用了三亿五千万去做回购 还有业绩方面 之前大家都看他的网络广告 那些收入都有增长 王者荣耳说那些 入网打机用户都有增长 大家都觉得 其实业绩都OK的 前景都OK的 落到去什么位置 你觉得可以 可以开始 即是长线买货 这样 即是刚才我们提到有两个位 当然第一个位 就大概是大概三百三 左右 这个就是大概近一个月的低位 可以先做到第一个月 这个本身是没有货在手 如果你说真的 真是这么touch root 股价真的要再低一点点的话 真的要再参考 大概三一五楼下这个位置 作为中长线的持有 始终你看回你说 要腾讯去做一个收入和盈利增长 高伤位数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现实 始终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新常态 总体的首有业务的收入增速 应该是相对地是回复相对比较稳定 当然那个增值业务 甚至广告业务方面 始终是去年同期的基数是相对比较低 所以那个按年升幅来说 应该相对地是会跑出了的 所以纯粹是从现在的情况去看 应该是考量那个股值的因素 安全一点的话 当然你可以拿回330万块再考虑 但如果你说 在这些位置 你说想做了地住先 第一个位置看回330万块 好 逐个关键位置去看 暂时股份仍然要跌 大约是百分之四 闭上行市 腾讯短期内都沽压 行市应该都没什么运行 会不会看着什么水平 还是有 其实你看看今个长假期 昨天回来之后 那个市 其实都是由科技股拖着市 另一边上 你见到一些传统旧经济 一部分的金融 甚至是内放 又拖着市 有时变上令到市 短期的升跌幅 是来得相对比较有限的 正如我们在这几天 在这个节目里都提到 即市来说 上又上不到 下日都下日 短期之后 你都不会见到一个很明显的跌幅 基本上仍然处于过去 一个多月左右的一个区间 你说短期少少的位置 大概19,500 附近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城市 甚至有利下 再进少少少 19,000的城市 非常之强 但是你说市 你要推上去 其实你去到21,000 亦都无以为计 尤其是昨天来说 近一个月来说 每次去到20,700 基本上都无以为计 所以暂时来看市 都是在这些位置上上下落 大家都要看着 未来美国那边的CPI 和PPI数据 内地的三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 也都开始陆续出路 大家都需要更多的数据去引证 内地的经济复苏 上成是符合的 但是so far 我们看到的情况 稍为是令到市场失望的 所以这就令到 市近期的上升动力 相对比较欠奉 如果板块去看 刚才你也说到 今晚譬如美国方面 又会公布通胀数字 CPI 万一通胀高 大家又在怕 可能五月份又高些机率去加息 有没有什么板块 你觉得可能短线的话 要避一避震呢 有没有这样分呢 其实会有少少的 我们近期都见到的 在长假期之前 就是一些Tag 近期真的暂时要避一避先 尤其是说一些AI相关 近期我们见到是一个 有些cloud trade在 甚至说部分一些中资填讯 亦都有些cloud trade在 不单止港股 A股亦有相类似的情况 刚刚刚在行业监管 外方面也有相关的举措 所以对于整个AI的概念来说 短期是会有一个自己回套 整版都会令到整版科技股 短期都会有压力在 只要说那些钱 你流了在哪里 近这几天我们见到的情况 就是流回 当然大家也很明显见到 跑了到内房 甚至是跑回来的部分 Biotech 甚至部分是CXO身上 甚至是把时间店 再拉长一点去看 比如再过多两个星期左右 就已经是进入五一黄金周 不排除到时也都会有一部分的资金 会放回来和五一黄金周 相关的确认相关 比如一些在线旅游 中资航空 甚至说离境免税等等 都是有些资金会放回来 好的 有个资金轮动的情况 我们谈的时候 恒指都要再试一试 日中低位附近 20300点边缘 182点跌幅 谈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要跟着焦点股份 以及要回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恒指在下午开始这十多分钟 跌幅一度扩大到180多点 亦是再试今早见过低位 不过就不用担心 未穿的 今早最低到20296点 最新恒指跌幅160多点左右 今天拖低大市 除了有ATM三值的科技股之外 还有哪些股份跌得比较多些 有些车股 比亚迪就再被巴菲特减时 股价到现在在日中低位附近 跌幅到超过2% 另外中升也要跌超过4% 今天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还有线上医疗股 亦做得比较弱些 京东健康、阿里健康和平安好医生 三只的跌幅介乎1%至2% 至于恒指虽然跌多了 但有些股份仍在看日中高位 就是说内险股 财险到现在来说 都是在日中高位附近 现在升幅到超过5% 做在8.54% 今天连同另外两只 新华保险和泰保三只 齐齐见了超过1个月的高位 另外数下去 还有些基建相关股 今天也做得不错 最新升到1%至2% 先看到这里 回来节目时间 先看下最新释放 恒指继续在2万0300点 这水平增测 跌近136点 至于A股方面 就个别发展 上证和深证就轻微卡稳 和大家看看活跃港股的最新造价 最热的股份继续是腾讯 怕南非大股东旗下的投资旗舰沽货 股价向下跌4% 不过暂时没有说穿上午的低位 现价做在360元 相当的话 轻轻偏远跌一线做3.29 阿里巴巴也是有份拖低市的另一只重榜股 跌2.35 跌幅2%过外 美团跌4元做131.4 中芯的话 昨天回一回后 今天又重展升势 升5%做22.95 看六到十位 第六位赢富跌1号6先 中移动的话 上天曾经破顶 今天就反复下均升2毫子 有邦的话去到个几月高位 再升1% 百度都上榜了 连一向下 事关昨天就有些 内地有些规管人工智能相关的文件出台 股价仍然收压跌2.2 京东跌3%做153元 看其他重榜金融股的表现 汇控偏远一点 跌2.5% 再数下去 港交所跌大约1% 煤气就靠稳升3 继续有希文在这里 和我们跟进视频 希文这一节要请教下你的移动股话 华晨中国 上午的移动追击又和大家说过这股份 下午的话跌幅扩大了 跌到3元以下 去到5个月的低位 消息上 华晨中国就计划重整华晨雷诺 这个就是他和雷诺的合资品牌 打算注资最多是13.6亿的民币 注资之后 华晨的持股比例将会由现在5成1 增加到8成1 公司说 希望有助他们发展新能源车这方面的市场 都和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今天股价反映这么负面 会不会关大家怕回贵股东那方面少了呢 是关他年头的时候宣派过特别息 会不会怕钱拿去投资 之后就少了这些动作 其实动作就不会少的 因为大家还记得他当年出售华晨宝马的时候 其实当时出售作价差不多280亿人民币 所以今次的主资金额来说 大概14亿左右 给他多4千万 齐头14亿的话 基本上其实占用出售资金 大概一成都没有 当然他今年年头来宣派了9号6 就是特别顾色 大家原先当然希望 原先后续来说可能 变成一个恒常 或者叫持续性的排斥政策 但是始终看回他本身 作为车企来说 你没有了一个华晨宝马之后 大家都不断思索 究竟华晨之后的路 应该怎么走呢 究竟你是找其他的品牌 去巩固自己的行业地位 还是怎样呢 现在大家看到他的后续动作 就是说是增资在华晨的雷洛 当然大家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在内地的汽车市场的发展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方面 你说一些合资品牌 甚至说一些日资也好 甚至欧资也好 其实他们在新能源汽车转型的速度 那个战略调整是相对比较慢的 是相对的国产品牌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关心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做一部增资后续 你要整合这个汽车平台的话 那你需要多少时间去 将这个平台去打造一个 新能源汽车出来 新能源汽车的系列出来呢 因为是三年 一定是五年时间 所以这里大家就 斟酌点或者担忧是比较多 就是变相来说 后续是一个长期消遣一个动作 所以你见到今天的股价反应 是相对比较负面 我想最主要是这个原因 你说9号六指 你会说突然间会弹弓手 突然间会减一波 或者全部不派给你 我想这个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我想最主要是大家都是比较担忧 说接下来 华晨在中长期发展的方向 好 去年的唇利就倒退成四成那么多 当中当然有一些出售了华晨宝马相关的一个影响 现在见到彭博预测 他今年预测的盈利的倒退幅度就大为收窄了 两到三个巴仙 不过你说到整体市场那样东西 不过今天股价就一成三跌幅 你觉得反映了多少这些市场弱的因素 会不会也有些超跌的影响 就是超跌的东西在那里 或者超跌了 超跌了 那当然这个我们 就是从今天的股价反映去看 在这个Needra reaction 就是你这样做的话 那一定市场是有反映的了 那纯粹来看股价来说很好 你将个时间线拉长一点去看 其实都是说大概 是过去近几个月的横行区的底部附近 三元边左右 那当然这个位置你向下再看的话 其实下面还有一个上升列口 也都未补回 那里大概是两个八附近左右 所以短期这个上升列口 是很大机会向下回报 都是差两核子左右 所以我想小心一点 因为始终大家现在 尤其是今年大家去看车企来说 其实都传统车企 你已经没有哪几间都可以选择了 那现在你再加上新链汽车那个 叫做内卷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华晨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呢 我想市场那个头上的问号 仍然是相传得比较多 那暂时华晨的股价 一乘三个跌幅 去到日中低位附近 那谈完那些移动股 都接下观众的电话 程小姐在电话边 你好程小姐 喂 你好 你好 我的女儿 阿希文 是 问什么股份 是 我想问那个 二郎月八 是 二郎月八 是 听得明白 你有货没有货 我有 我六十元 我要三千股 六十元三千股 有啊 好 一住 OK 好 那现在十五个多 今天就借着 因为这个郭明基先生 他贴近苹果供应链消息的 那些iPhone的设计有些少改变 可能理谈它的需求 今天股价满了下来 六十元怎么处理呢 如果大家要跟开我们 其实我们都一向在零部件 即是手机零部件股里面 是相对真的不是看得很好 随性的 因为本身光学部件仍然在输钱 转型做汽车 仍然有很大段路要去行 原先大家原先有一个预期 或者叫冲 就是说 今年在原先的叫旧有业务 包括升学龄部件 甚至说叫捉红马达 就是大家在看的 Taptics Engine 其实今年是会有一个 upgrade对着美国的客户 但是现在出来的最新的情况 就是的确令到市场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是有些意外的 所以尤其是今年来说 如果你是没有了这个upgrade 的话 对于瑞星它们 在Taptics Engine 即捉红马达那边的收入 和那个模拟 所以扩张速度 应该比原先预期为慢 那变相对于短期的收入 和盈利下调的修正 是会依然存在 对股价是会有压力 所以总体的部署方面 都是维持之前看法 你有货在手的 趁反弹一定要估 因为始终我们看回 瑞星今年的增长动力 已经是基本 在已经没有什么情况之下 你再将剩下一个潜在利好因素 都没有了的话 股价的反弹空间是顺略的 所以趁反弹 实际上下降降降榜 好 弹到什么位置 就应该要走一走 你看一下 今日之阴烛都颇长一下 一下就差不多打穿了近一个月底 如果你真的要修复 比如说修复一支阴烛的一半左右 即去到17元楼上都要估 虽然你本身买的价格都很高 但没办法 始终前景不确定性的因素仍然存在 所以趁股价有机会反弹到17元楼上 先加减磅 OK 好 把时间回答陈女士的问题 她问是深高速548 6.9有货 现在都账面赚钱 现在怎样部署呢 继续放下指榴先 始终对一个Yield Play 尤其是近段时间的市况都比较弱 对一些防收力相对比较高股份 也会有一些资金拍拍下去 但都要留意近段时间的股价来说 去到7.5楼上 甚至再慢一点 去到7.7附近 开始有助力 所以如果这一转 有机会再试一下近期的高位 先行锁定利潤 去到7.7附近 可能减减磅 锁定利潤 暂时股价偏远一点 四仙跌幅 第二天线附近增持 谢谢希文的分析 有没有拿着刚才说过的股份 也没有 多谢你 先休息一休 一节的财经消息 港会触及药方兑换水平 今早早曾经见7.85对1美元 即是联系汇率制度之下 药方兑换保证水平 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也是普遍偏远 一个月期拆息跌穿2.8厘 和一个月美元拆息息息差 广阔至超过2厘 三个月港元拆息也跌穿3.5厘 和三个月美元拆息息息差 广阔至1.7厘 不过港元隔夜拆息就上升至1.44厘 在近两个星期高位 美国国会众议院下个星期表决 因应国家安全而限制和打击中国电信设备商 华为和中兴等等的议案 中方多次反对美国滥用贸易管制 不择手段无理针对打压中国企业 这份应对境外不可信电信商议案 获得民主共和两党支持 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盟友和其他国家 提出一些类似华为和中兴等 不可信赖电信设备商的名单 促请盟友和其他国家 不可依赖这些公司提供的5G电信设备 议案亦要求上市公司 公开和华为和中兴的业务往来 并且要求国务院审视驻外的 美国使馆所依赖的基建设备 是不是来自华为和中兴 也要求国务院要推动有利于 美国国家安全的基建项目 议案发起人 民主党众议员怀疑得和 美国要加倍努力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并且帮助盟友采取重要的措施 保护自身安全 坚定地捍卫基本权利 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11月 禁止批准使用华为和中兴的新电信设备 指设备对于美国国家安全 構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估计企业移除相关电信设备的总成本 高达49亿8千万美元 远高于国会的19亿美元補偿 中方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方 在毫无事实根据之下 恶意攻击中国电信公司 对于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 会坚定为互合法权益 无线电视吴杰晶报导 恒指最细点167点 保20317点 总成交645亿多 关于此终点 这个现场 荣估下午开市后 见到没有太大起伏 继续下跌超过百点 暂时跌至153点 报上在20330点 公用指數最新轉跌 跌7點 工商指數繼續跌過百點 只剩下金融和地產指數升 總成交方面相對上比較交頭淡淨 似乎市場都在等 今晚美國會公佈3月CPI 通脹數據 似乎要等數據才可以更加找到一個方向 究竟美國的加息預期會否升溫 還是怎樣 都要等今晚揭曉 而市場估計的CPI 今晚公佈出來 應該通脹幅度會稍為降溫 當然看完大市後 也要和大家循例看看科指 現在跌幅是1.6% 跌至4179點 騰訊突然又再擔心 會否大股東進一步減持 都要跌3-4% 也有份拖著科指走勢 看一看每月港股都會見到科技股最新表現 騰訊跌4% 落到360元邊 雙湯現在要轉跌 早段做得相對好些 現在跌1.8% 美團跌3.8% 不過就要繼續守得住131元 不是太跌穿到 另外就是阿里現在跌2% 中芯就是逆市向好 升4% 不過都升少了 看完就是6至10位 其他股份又做成怎樣 迎賦基金跟大市偏遠 中移動繼續向好 不過升幅都收窄了 只有0.1%上漲 65.30部有邦升多了1.4% 上升到85元 另外京東 百度 都要跌的 1-3% 不等的跌幅 看完主要的藍籌股 看看惠控最新造成怎樣 偏遠跌3毫 友邦喜歡動 回起向好 港交數跌3.4 跟著是戶芯股市 A股方面上陣現在略為升9點 在3322點 戶芯300指數和創業板跌著 戶芯300指數跌4點 創業板跌13點 手機設備股都要和大家跟一跟 瑞星今天都一直跌1成多 來到下週1點40分 跌1成4 落到159.2 超過一個月低位 為什麼瑞星跌這麼急 有被市場稱為最熟悉蘋果公司的天鋒證券分析師 加上中信李昂都發了報告說 因為蘋果公司未推出的一款新手機 可能會放棄一種設計上 相對上比較複雜的固態安建設計 瑞星作為相關設計的供應商 變相可能有機會影響到未來部分的營收 也拖著股價要略為急跌 另外跟著優太 暫時股價是靠穩的 3月的攝像模組銷量按年要倒退2% 另外順域光學跌1% 紅藤跌1% 高位和優太是向好的 中資電訊股都可以跟一跟 因為相關的股份 包括頭三個中資電訊股 中移動雖然會流為轉跌 但聯通和電訊都齊齊還有2%的進漲 還要連帶電訊設備相關股份 如中興通訊7%的升幅 還有中國鐵塔 即是負責做電訊鐵塔工程業務的中國鐵塔 都有2%左右的進漲 這個板塊似乎好 中移動流為回一回 還有和內地相關中字頭股份 升得急的是 剛才報回約廣股看到的中芯國際 最新仍升4% 昨天曾經破52週新高 之後收市後回調 今日再發力 去到昨天高位即23.3 即今日日中高位又不夠力 升不穿所以未破頂 但留意動能指標 9日RSI即是相對強弱指數 再次上回80樓上 即是進入一個非常超買的情況 這個留意法 另外另一隻芯片股 就是華雄都在升 挨近4% 正門半導體升不半成光 不過ASMPT和上海復旦 就細細跌超過1% 節目時間夠了 接著那麼多 歡迎收看《積金藏庫》 又來到星期三 身邊嘉賓 這一隻有來自BCT銀聯集團的 Raymond跟大家說一下 第二季的強積金部署 你好Raymond 你好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節目 多謝 我們又來到4月份 上個星期三房假 就和大家分享不到 今天來講 都想和Raymond 找你幫大家跟下強積金的補處 好 始終剛剛見到第一季過了去 是 接下來有第二季了 不如找你先幫大家看看 其實第一季的表現做成怎樣 好 比如看回第一季的強積金 比如表現最好的三個種類 分別是歐洲股票基金 美國基金和環球股票基金 分別有7-11%的增長 看回歐洲股票基金 主要就是去年的冬季 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冷 所以擔心那個能源危機沒有發生 所以股市由低位有不錯的反彈 再加上歐洲的大型消費品公司 都受惠於中國經濟重啟的因素 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至於美國股票基金 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分別是7.63% 主要都是一些大型市值股票 比如一些科技股 今年來說科技股 就受惠於人工智能的投資概念 AI AI 都做得不錯 再加上 投資者都充盡 比如美國的加息周期 會不會快完結呢 所以在低位也有個不錯的反彈 環球股票跟歐美股票市場的走勢 其實看歐洲那邊的回報 那個百分之十一點幾個百分比 其實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就是比起美股的表現 都高了幾個百分比 我想其中一個分別就是 因為這個用美元計算 所以歐羅由低位都有幾個百分比的反彈 所以加上歐元的反彈 所以用美元計 或者港元計的總回報 所以比美國股票會好一點 是的 剛才你都說到歐洲那邊的情況 之前大家去年都說 怕他們會不會冬天很冷呢 是的 結果出來後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所以都令到市場氣氛好一點 是的 沒錯 嗯 明白 剛剛跟大家說了做得好一點的幾個基金類別 歐洲 美國股票和環球 環球股票 是的 三個 其實如果做得比較頑微的 到底又有哪些呢 其實做得稍為遜色 對著一些比較防守型的強積金 譬如保守基金或者貨幣基金 但其實都有一個正數的回報 譬如0.8%至1.5%的回報 雖然是比較信息 但都是一個正數的回報 你也看回譬如這類型的基金 就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承擔風險 沒有那麼高的強積金人士 但你也要注意 這類型基金 譬如長線來說 都會受到利率影響回報 所以未必一定可以跑得贏 這個香港的通脹率 嗯 明白 但其實都看到第一項的保守基金 第二項有人民幣和港元貨幣基金 還有第三個只是港元貨幣基金 其實怎樣看呢 有什麼啟示呢 第二和第三項 其實人民幣和港元貨幣基金 這個是回報的中位數 是 就不是單一基金的回報 其實你看到那兩項 其實都是相當接近的 可能它裏面有些投資成份不一樣 所以絕對數是有所不同的 但方向性都是接近的 嗯 如果大家裏面那個 NPF裏面有買這幾樣東西 有跟這幾樣東西的話 大家會不會可能都比較擔心一點 我想 譬如投資這類型的強積金 都是因應自己的承受風險能力 那這些強積金一般來說 是防守性會比較好些的 那譬如以2022年來說 那他們相對上的表現 就肯定會比譬如債券基金 或者這個股票基金為好的 那是因應自己這個自身情況 風險承擔能力 而作出一個選擇 嗯 明白 那都顯示了給大家看 強積金第一季表現得比較 沒有那麼好的頭三個 是的 但也有個正數回報的 OK 也有個正數回報 可能沒有剛才我們第一次說的那些那麼厲害 剛才最厲害的都是11點幾個percent 那這個就是0點幾個percent 相對就差一點 那如果我們看近一點 亞太區這一邊的表現又是怎樣 是的 亞太區其實也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那譬如有3至6.5個percent的升幅 那如果亞太區來講 那主要大中華股票基金的表現就比較好些 那主要受惠台灣的科技股的低位反彈 特別是一些大型的半導體公司 那另一方面呢 譬如在中國A股 其實第一季表現都不錯的 亦都是不斷有外資流入 那相反譬如香港股票基金 那可能稍稍的信息 8.28% 那其實香港股票基金 在第一月的時候表現都不錯的 那在二月那時候就比較大的調整 主要是因為中美關係影響 和地緣政策影響 那在三月來份呢 只有一個小小的反彈 那整體來說只有3.28%的回報 那是稍稍的信息 那但是希望第二季努力 就是被二月份拖累了 那第二個那個就是 亞洲股票基金都OK的 都有4點幾個percent 是的亞洲日本以外的股票基金 主要是北亞地區 印度、東南亞 那譬如今年來講 是在北亞地區的表現是稍為好些的 是 那主要譬如在韓國、台灣 那些大型半導體公司 中國A股這方面 都是幫到亞太區的股票基金 嗯 明白 那好像都是提到半導體公司 有幫到手是嗎 是的 主要是去年 以前呢 2022年的跌幅都幾大 那所以可能第一季度 那個盈利都是不理上 那但是投資者都憧憬 譬如是半導體公司的基本因素 會在今年上半年是見底 那希望下半年呢 那個盈利會反彈 那所以呢 那股價是超前 超前先 嗯 其實都看了 其實我們看了三項的表現 其實都數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地區的表現 是 其實看到現在的市場 對接下來的經濟增長的預測 的看法都幾不同 是啊 譬如今年來講 2023年 是 在發達國家 譬如歐美地區 和亞洲地區 那個經濟增長 是會有幾大差距 譬如我們看回世界銀行 和這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 那對於環球經濟增長 譬如今年是分成1.7和2.9 其實分別都很大 是的 但特別看中國的經濟增長 是有4.3和5.3的增長 那比歐美地區 譬如美國 歐盟 日本 那個差別是幾大的 中國是主要受惠去年年底 那個經濟重啟政策 那今年來講 那個經濟增長 是會比歐美市場 會為好的 那而在亞洲整體的經濟增長 也因為受著中國經濟的大動 那也都會亞洲區 今年的經濟 特別在第二季第三季 會比歐美市場做得好的 那是不是歐美那邊看得比較差 我想是特別在第二季第三季 隨著最近 譬如在美國 有一個地方銀行倒閉的事件 可能會令到那個順貸收縮 那美國其實今年 在過去十二個月 都已經加了4.75%的利息 今年一達到5% 那其實這些因素 都會 投資者第二季第三季 都會擔心 美國經濟體系 會因為這些因素 會出現衰退的情況 那照樣看的話 剛才你提到這個 這個銀行危機這個因素 是不是接下來 第二季大家市場 應該留意著的一個焦點呢 是的 那譬如我們向前看 第二季的情況 或者第三個情況 第二季 我們覺得市場 有四個主要的焦點 第一個 就看看美國聯儲局 經過過去十二個月 大幅加息之後 會不會加息週期 在第二季就完結了 那其實今年第二季 仍然有兩次的儀式會議 分別是五月初 和六月中 到時會有些 提出一些啟示 那第二點 就說到剛才 經濟的增長 在亞洲地區 和歐美地區 今年的差距 會有多大 是 那第三方面 外地經濟重啟 其實可以從數據上 已經可以見得到出來 那譬如在服務業 採購經理指數裡面 在去年年底是47.8 其實去到三月的時候 已經去到57.8 即數據交到工作 其實去到第二季 我們覺得 這個數據 是會繼續做好的 所以會有更多 經濟數據支持 在內地的經濟 是會在政策支持下 就會改善 那最後一點 就想講講 債券和股票的回報 的關聯性 那譬如在2022年 大家都見到 一個八年一遇 的所謂叫股債雙殺 即股票又跌 債券又跌 商位數字跌幅 但譬如去到2023年 隨著去年 息口都大幅增加 債息其實都幾高 那譬如在三月的時候 環球市場比較波動的時候 見到債券其實是 作為一個分散投資 和避險的地方 是做到它的功能 也都可以提供一個 絕對的回報 所以今年 我們都會覺得 債券和股票回報的 相關性是會減低 也都是市場 是持續關注這四個焦點 講開內地經濟重體那一面 是否都可以 除了看著經濟數據 都可以留意一些國差 當然了 例如看貨幣政策 看回最新的貨幣政策 所謂的M2 M2增長供應的增長數字 在二月底 已經去到半至12.9 是雙位數字的增加 其實在貨幣政策 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之下 其實中國經濟在2023年 有望會比歐美市場做得好 會比外圍更加做得好 是 看著復甦這件事 其實這樣看的話 是否今年的核心觀點 和去年很不同 即是去年可能大家都關注 疫情 即是內地方面 疫情會不會有封城的情況出現 今年就轉為復甦了 對,譬如看回2022年 大家說得最多的議題是甚麼 就是封城、通脹、衰退 是 我們覺得2023年 現在在上半年 已經不再說封城 我們關注經濟重啟 我們相信去年中 以至第三季 就不會再說通脹 可能會說通脹放緩 去到今年的第四季度 以至展望2024年 市場就會關注 其實加息加了很多 如果真的美國聯儲局 停止加息 會衝勁 2024年會開始減息 可能議題就會由衰退 變成經濟復甦 我們今年對於2023年 整體市場的路線圖的看法 明白 都幾個核心觀點 跟去年都很不同 看到版面上都被大家看了 有甚麼不同 其實都說了這麼多 大家好像未來的雀眼 都好像放在內地經濟重啟等等 我們不知道在NPF上的部署 有沒有捕捉這個機遇 接下來應該怎樣做呢 特別在2023年第二季度 我們會比較偏重投資 在亞洲 包括中國的股票市場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亦會投資多些 在已發展國家的政府債券裏面 也基於息口 其實都已經走到 加息週期已經走到很後期 聯儲局在5月或6月 對於市場有一個比較好的指引 對於未來息口的走勢 這兩方面 我們都覺得在第二季度 會做得相對上比較好些 第二點 講開這個已發展國家政府債券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些 到底是甚麼 譬如很簡單的 美國政府債券 或者歐洲國家的政府債券 這些見到 就算市場做得沒那麼好的時候 在3月比較震盪的時候 這些債市 是會成為投資者 一個避險的地方 和可以分散投資 所以可以在債券方面有個選擇 在股票方面有個選擇 去到第3月就看看 譬如美國經濟的情況會怎樣 會不會再有新的部署 如果是我們要編重持有 亞洲或者中國股票 和剛才有講到一個 已發展國家政府債券 那還有些時間 先問Raymond 有沒有說哪些比重 大家要儘量減少少 會不會都是可能 歐美那邊的一些基金 大家都要留意多些風險 我想在第二季度來講 可以看到剛才說到 在歐美的經濟體系 現在投資者非常擔心 經濟會持續放緩 甚至美國會出現衰退 特別在美國市場的估值 現在相對上是偏高的 但是今年第一季 都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說到市盈率 可能S&P500這樣 可能有18、19倍 其實都在歷史上來講 算有一個高位 所以可能在那些市場來講 在第二季 可能投資者 可能需要小心一點 那也Raymond 給大家貼心提示 有哪些基金 大家都要留意相關的風險 這一次來講 也謝謝Raymond 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好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好 多謝